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内娱选秀节目拼的不是实力 而是人气跟话题 那些真正会唱跳的实力派 大多数敌不过那些自带热度 自带话题 甚至是自带颜值的流量派 换句话说 当代内娱选秀 看的不再是实力 而是脸蛋跟人气 这些年来 不少选秀男团 女团成员 唱歌跳舞一窍不通 却能一哭成名 得到大批粉丝的追随 挤到那些有实力的唱跳选手 出道走红 谁也没想到 这种局面 却在浪姐寺里头 被日本一位三线歌手给打破了 众所周知 湖南卫视浪姐寺 虽然邀请的是一些 出道多年的女艺人 不仅年龄比刚刚要进入 娱乐圈的小年轻要大 阅历也比她们要丰富很多 但从本质上来说 这同样也是一个选秀性质的节目 一个让过去女艺人 有机会翻红的节目 跟年轻选秀节目相比 浪姐寺更加现实 姐姐们拼得更是人气 流量和话题 节目还没有开播之前 很多姐姐就自带剧本火上了热缩 成为了观众们特别关注的种子选手 吴倩 张佳妮 贾静文 徐怀玉 邱慈炫 陈佳化 李彩化等等 都是如此 而作为芒果台的台柱 谢娜更是被贴上了隐藏皇族的标签 特别是在一宫表演之后 芒果台里捧谢娜的举措更是显而易见 这种明显的偏心确实是被公办 谢娜反而因此陷入了争议中 从目前的人气排名来看 谢娜确实占据了优势 从话题上来看 谢娜从节目开播以来 也上了无数次的热搜 很显然 在谢娜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那与选秀节目一贯的画风 那就是流量 人气居上 即便她没有唱跳上的功底 可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跟支持 念 芒果台这一次可能失算了 谢娜虽然在人气上占了上风 实力却不能服众 反而是日本的三线歌手 美伊里牙凭借一首极乐净土 一举成名 并且在一宫舞台上 跟龚琳娜合作 用一首花海巩固了自己黑马的地位 两次惊艳全场的表现 让美伊里牙的名字 在浪解4的节目中直接炸开了锅 平台的投票排名活动中 美伊里牙的票数更是直接断层式第一 同是八位数的票数 美伊里牙居然是第二名谢娜的六倍 这种巨大的差距 让人直接都看愣了 也就是说 她一个三线歌手 靠实力征服了观众 打败了原本自带流量的谢娜 遥遥领先了其他的32位姐姐 换句话说 美伊里牙这位小姐姐 简直就是王心灵的2.0版本了 实不相瞒 从人气到话题 美伊里牙是敌不过谢娜的 节目开播前也几乎没有网友预热过这位宝藏姐姐 可是 她却凭借一己之力 揭开了内娱选秀的遮羞布 不仅打破了以流量为主导的选秀格局 更是打狠狠打了内娱选秀的脸 简直了 这些年来 我们看到了太多靠人气来选择成员的选秀节目 也看到太多有实力的小姑娘 被一些什么也不会的流量新人斩断了出道机会 可现在 美伊里牙的爆火 却直接告诉大家 只有实力才是王道 太牛了 说实话 选秀节目就应该看实力 虽然说这是个看脸的时代 可观众也一样希望看到内娱爱豆的崛起 而不是一个个都是光有脸蛋的绣花枕头 毫不夸张地说 美伊里牙的存在 就是来整顿内娱选秀的 打得那些敷衍观众的姐姐们一个措手不及 总而言之 美伊里牙的存在 真的狠狠打了内娱选秀的脸 逼者觉得内娱那么多的姐姐都败给了海外三线歌手 多少有点丢人呀 希望姐姐们都支冷起来 不要跟徐怀玉一样敷衍观众了 你觉得呢